和夢緣出軌財子事件 讓演藝事業重挫 沉寂一段時間後 18日他出席公益活動 被問到默默去看財子的事 他這樣回應了 我現在本來會有壓力吧 就是過往的事情 那壓力喔 沒有 你說過去的事嗎 對啊 就慢慢的讓它過去你知道嗎 因為過去也有先辦法回頭 可是你那一次 抬去財子的那個場 這樣子 你會不會有點走不出來的感覺 也沒有啦 現在就平常心啦 就是一個朋友的身分去支持他 你還會再去嗎 還會再去嗎 所以你比較忙跟電視線對不對 那你不忙的時候就會去 可能會一直忙到四五十歲 所以你去現場他是知道的嗎 不知道嗎 就傳個訊息啊 就是問候一下 所以他有回嗎 就是謝謝這樣子 他有回 他回謝謝 所以你們現在算是還有在一起 我們 跟財子嗎 當然沒有啊 他不是都宣佈他有 有男朋友 他既然都沒有聯絡 你為什麼會想傳訊息給財子 為什麼 對 我也沒有傳過他 就是 所以你剛剛說你有傳訊息啊 就傳個訊息啊 就是 就沒有就質疑一下 因為不好意思 因為我去默默的去知識嘛 然後可能上個新聞 怕影響到他跟他說聲道歉 所以訊息的內容是什麼 會跟我們講的 有沒有就祝福他 很好這樣子 而在何孟元的新聞曝光後 財子透過經紀人發出聲明表示 何先生不斷透過私訊 電話等方式聯繫財子 甚至透過相同的方式 企圖找到財子的家人 且何先生多次接受媒體採訪 提起此事 並試圖混淆時間點 混淆視聽 和何先生致重 研溢道路各自努力尊重 誤再有任何牽連 謝謝 財子的這份聲明 看起來有點小情緒 也罕見大動作 切割何孟元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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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